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南朝玉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知识大家密头部 我们看一下课本一百三十五页 讲到这里 遇乐不可酌 善乱多重苦 依此住境界修定罪为乐 这里再讲到定 五圣共法三圣共法 跟大圣不共法都有定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定是升天法 色无色戒都要修定 乃至于空居天以上 遇界天的空居天以上 也要少分多少有一些定 可是没有根本定 那这个五圣共法里面 这里是在讲 这个讲到修定 那定的一个主要就是调举跟昏臣的障碍 那前面最大的障碍是五欲 然后就是调举跟昏臣 那我们可以稍微来就是 这里除了讲到修定 然后五届共法 这个是五圣共法里面 讲到修定的部分 那在三圣共法里面在哪里呢 它三个里面都讲到定 那我们到时候可以互相参考 在217月 我们稍微可以翻一下看一下 270月里面 三圣共法 借定位一样是有定 借定位 那五圣是升天的 升天就是仁天法 仁天法里面色戒无色戒 也是定 那解脱出离心解脱法里面 这个借定位也要定 那大圣六度波罗蜜里面也有定 所以那三圣共法里面的定 叫做真上戒血 那这三个是有一些差别的 那到了五圣共法 到了大圣不共法的定在336月 就后面了 336月 那这个七十就是有同的有不同的 那一样都是调局跟散乱 这个都是要前面是一样的 那这里336月之后就是大圣不共法所说的定 那指 那指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那官的差别可能更大一点 好 那这个我们就是稍微知道 就是三圣共法 大圣不共法跟五圣共法里面都有讲到 所谓的借定位 这一部分都有 好 那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 135月这里 那现在再说修定的福业 有人以为 牧师是积极的利他的善行 持戒仅是客己的消己的德行 那修定 这有什么福善可说 持戒 不伤害别人 这个是善 不施利益别人 也是善 都跟别人有关系 那修定 修定你自己修 就是你不会去抢人家的饭来吃 这个也有善心 你有饭分给人家吃 这个也有善心 你自己吃饭有什么善心 类似像是这种意思 修定 修定有什么福善可说 福报所谓的福报就是基于要立他的心 那你修这个定 你顶多就是自己利益自己 那这个有什么善可说 不知道佛法以至尽其欲为官吏 所以你这样讲就不知道了 佛法中真正的善来自你心清净 那所以为官吏 为关键转利 转利点 关键点在于心清净 所以这个七婆通气里面 诸二末座 仲上奉行 这个是贱 诸二末座 仲上奉行 这个是还是世间的 那你刚才有这个是慈禁 不造恶的 那这个行善 行善 行善 行善里面其中之一是布施 但是这两个都是为了到达至尽其欲 所以这个是诸佛所教 是诸佛教 诸佛教 诸佛教 这个是诸佛教 就这三个 那但是这两个是为了达到这个 就三件事 修行就三件事 那严格起来就一件事 所谓三业清净 这净心主要是为了这个 所以他讲 那佛法以至尽其欲为官吏 也关键点 转略点 而在世间法中 唯有修定 才能达成此一目标 这五乘共法是世间法而已 五乘共法在三界内 还在世间 那但是你要至尽其欲 在这个世间里面 你在这个世间修 你只有至尽其欲 你只有 你只有修定 你才可能让你的心 真正让你的心 不起烦恼 如果你没有定 你调五不了 你没有说 你没有说 我起了烦恼 我让他不起他就不起 没有控制不住啊 甚至你都不晓得 你自己在起烦恼 那起了烦恼 你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 没有办法 甚至你没有办法预防 我下次不再起 你这一次起了真心 也很忏悔 但是下一次 你没有办法让他不太起来 因为他力量大 那这个我有修定 才能够调伏你的心 让你的心处于一种清俊的状态 但是会才能够完全清俊 定还没办法 但是定可以让你的心 暂时远离烦恼 甚至可以远离烦恼 甚至可以远离烦恼 一阵很长的时间 到非想非非想 八万大折 都不起烦恼 但是烦恼的根没有断 他说凡是德化的政治 德化的宗教 要论究到德行的根本 就不能不探究到内心 反正只要讲到 道德教化感化的 只要讲到这一部分 那么一定 就会谈到内心 因为德是内在的 公基本上是外在的 国家有公 社会有公 就是这些的 但是德是内在的 如奴家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己了你 而这非修身不可 那导师引用了大学的这一篇 他说治天子以治以俗人 天子是最高的 俗人是百姓 是最低的 一字皆以修身为本 就是不管你的地位怎么样 都是要修身 那修身其实就是修心 所以修身还要从自知诚意 正心中去做 那这个是 我们把这个写一下 因为他是引用 不过在大学里面 就是世俗里面的大学 这一篇 一般的这个学生 高中应该都会教 他说大学之道在您您的 大学就是大能知学了 这相当于佛教的大能觉 八大能觉 大能觉 大学 大学之道 再明明等 これ 都会期待 在清明 再至今 最时间 在祇明 然后他基本上开始讲 知此而后有定 然后定而后有进 这个我们就不写了 然后他说谷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他后面是定静安律得 定而后有进 定静安律得 定静安律得 yes 定静安律得 定静安律得 然后他说 他后面还有文 我们就不写了 就只要在这里 谷之欲明明得于天下者 你要明明得于天下 他还讲到修身其家 治果比天下者 他说先至其果 要从 要从切尽处做起 这跟佛教讲的戏是一样的 你要动一切众生 要先从你的家人开始做起 然后你的家人 你要从你自己开始做起 那是像这样 然后修身 然后正心成欲自知革悟 修身 然后正心成欲自知革悟 然后正心成欲自知革悟 修身 然后后面是自知革悟 然后革悟自知成欲正心 所以革悟自知成欲正心 然后他就讲到 那后面就讲到 这个 治天子以治俗人 意思就以修身为本 大概讲这个 他的一个次序就是 革悟自知成欲正心 修身其家 治果 治果比天下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 儒家的一个 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 我们可以这么说 好 那这里再讲到 导师引用这个只是 只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修行的根本在这个心 在这个心 那革悟自知 后来新奴家就强调 威亚米就强调革悟自知 那革悟其实就是 研究这个事物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是观察我们这个身心状态 把它看清楚 把它了解穷就一切事物的道理 然后你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了解一切现象的根本道理 就是你观察这个五印身 如果从佛法来看 我们从佛法来看 葛悟自知从佛法来看 就是你观察这个 五印身心 那么你就可以了解 无常无闻 类似像这样 所以他讲根本而彻底的问题 在自己的内心 定心清静而没有染污的老乱 这还不能说是善吗 现在讲到诚意正心 那这个诚意正心 导师这里又讲到 就是要从自格物自知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有点像正愿正知 诚意正心 那如今要再讲 诚意什么是诚意什么是正心 他说这个在于内心 定心清静没有染污的老乱 那诚意正心在牧家里面讲 其实也是去除烦恼的 调伏烦恼的 一样是调伏 因为牧家来讲烦恼 烦恼也是染污的 那你诚意正心 就是让内心没有烦恼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诚意 他说什么是诚意呢 他有解释 这个这篇很长 他说什么是诚意 诚意中行以外 这个中就是心 行以外 表现出来的行为 这个有一点点像 正见正思维 就会引发正义正月正命 就是像这样 行以外 然后他讲到 什么都会承认 他有几个概念 一个就是圣读 君子胜其读 就是即使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你也不会做不对的事 即使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 你也不会做不好的事 像这样 就是圣读 这是其中一个 那这表示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常保持在 常常保持在一种清净的状态 另外一种就是物质期 圣读物质期 你要自己欺骗自己 然后他对诚意的解释是这样 那正心呢 我们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到 其实跟国教讲的 其实也是一样的 正心 正就是端正 其实正心就是端正 他说 生所有奋听 你看他就是没有谈成枝 其实就是愤怒 生有所奋听 就是你有称 这个称里面有几种 有所 恐惧 你看这个都是烦恼 神称的部分 这个可能是有吃的部分 有所 好乐 你看这个是贪的部分 有所好乐 有所奋激 有所恐惧 有所好乐 有所悠患 他说 责不得其正 你的心就不正 所以他讲 心不在焉 这心不在焉 不是不好 心不在焉 有一点点像 心不懒足于尽 有一点像这样 那么所以他会怎么样 适而不听 适而不听 听而不稳 应该适而不见 适而不见才对 适而不见 听而不稳 听而不稳 适而不知其味 其实他就是不懒足无益 我看了 我听了 我吃了 但是 我不会执着在这里面 我不会受 我不会懒足在里面 适而不知其味 那你看 这个就是静心 没有贪神之 一样 好 那明教讲的 所以他这里讲到 他后面有知子 偶尔有定 定偶尔有筋 后面来讲 好 那我们来看 所以 他说定心清静 没有染污的老乱 那么 这还不能说是善吗 他用吴家的这种大学 诚意振兴来说明 那这是更可贵的德行 德恨 这大学 他前面也是大学 那这里又 他把大学的这个拿出来说 知子偶后能定 到安偶后能得 就是定性安律得 知子偶后能定 定偶后能安 安偶后能静 定静 知子偶后能有定 静偶后能安 安偶后能律 律偶后能得 是这样的 那导师是把安 然后后面 定 近 安 律 安后面还有个律 安 而后能律 律 而后能得 那这个导师是把他写 安 而后能得 应该是安 而后能律 然后律 而后能得 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便是世间修订服业的内心过程 为什么要修订 我们之前收购 修订也不能成就 而且我发现在有人在视频上叫大家不要修订 那其实这个观念也是错的 应该要修订 借定位缺一都不可能 但是定有很多种层次 应该怎么修 这是一个问题 修一定要修 但是问题是要怎么修 要修到什么程度 这个就稍微要谨择 但是修是一定要修 你不修你就根本不可能成就 但是你如果只是说 我下辈子要 幸福快乐 那可以不修订 那没问题 你只是要来做人 不要剁三二道就好 你只是不要剁三二道就好 那你可以不修订 那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剁三二道 能多久不剁三二道 那这个就要看你了 但是如果说 你要更深到更高的天 那么你不修订 我看也不容易 而且因为你容易起盼了 那你不修订 你要不照二月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因为你调伏不了你自己 但是我们说订一定要修 那只是要修到什么订 那大圣火法里面来讲 并不鼓励你并不鼓励你修生的禅定 不鼓励 但是定一定要有定 但不修生禅定 是这样子 也不一直在这个定里面 因为他要行菩萨道 你一直修定 他那很多时间都在定当中 但是也要有定 那我们来看 他说为什么要修订呢 理由非常多 但主要是认为 这个罪恶的现实人间 有两大真结 非修订不能对峙 所以你说你要不断三二道 你就可以不断三二道吗 不一定 那你虽然不施慈戒 但是有时候就让你不施不了 慈戒不了 真的 那你不招二还不行 有些还这样 因为有些业力或因缘的变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影响我们的是心 业力跟缘 心力业力跟因缘 那有时候你心要行善 但是这个业让你行不了善 那你有时候因缘让你行不了善 让你持不了劫 有时候就会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到 这个现实人间的两大真结 如果你没有修订 你没有办法调伍 没有办法调伍 你可能会在预热中 或是着染着中 那么你就会遭恶业 可能会这样 所以你要不断三二道 他必须 其实重点是要正见真伤 那你要正见真伤 你的心太散乱 那其实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达到正见真伤 最好是正出国 那你没有定 你就根本正不了出国 你要永远的离三二道 只有正出国 就是你正了出国 你绝对 不管经过多少生 你绝对不会再剁三二道 但是点多也七次而已 也不会很多生 那他说有两大真结 哪两大真结呢 他说第一个是预热 那预热就容易产生调局 那散乱 那我们来看 人类对于物质的预热 适合自己情义的色深香味 其男女的云预热 都是贪恋不舍的 那我们说过 预其实就是 预热记忆就是五欲而已 就是五欲 那男女欲基本上是五欲杂成的 可以讲四欲杂成 我们之前讲过 就是孔子讲 就是世间的两种最大的欲望 任何人 不是说任何人 大多数的人都男女必免 一个就是饮食 一个就是男女 饮食欲跟男女欲 那这饮食难以 其实都是四欲杂成 色深相畏处 所以我们之前有说过了 就色深相畏处 那么都是五欲 那欲界一定是五欲的 所以这都欲界 越高的 越高的欲界总共有六天 第六天是他化自在天 那他化自在天的欲乐是什么 以让别人享乐为享乐 就是别人的快乐 就是他的快乐 他尽量让别人得到快乐 然后他可以延长 他认为这样可以延长他的快乐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他的快乐是建筑在别人的快乐上 但是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好 可是你要知道 他叫做天魔 第六欲天的博王叫天魔 他都是来人间让别人快乐的 可是这样不是很好吗 没有 可是有一些人 你就变成你要离欲 你不要这个快乐 他不行 他一定要让你快乐 你要离欲 他就障碍你 因为你要离欲就相当于 你剥夺了他的快乐 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你让他没有办法 让越多人越快乐 越懒卓于五欲 在他的境界里面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习惯 那现在你要离欲 要生到色界 生到出三界 他就捞乱了 他就障碍你 那最高的欲 他基本上是这样 那一般好像我们基本上就是 讲白话一点叫做感官的刺激 感官的刺激 那感官就是颜的鼻色声 那他刺激就是色声相畏处 好的跟不好的 那好的我们就一直懒卓一直懒卓 所以欲乐不能舍 那我们没办法 但是现在告诉你的是欲乐不可拙 那世间房屋是欲乐不能舍 没办法 他揽着那个五欲 那这个五欲很难舍 很难舍 那主要是 主要的两大欲望是隐食跟男女 那这个是主要的 但是也不是大家都不能舍 有的人还是能舍 但是通过修行比较容易 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没有通过修行 其实是很难的 那现在也不一定是男女欲 就是男男女女都有 现在同性的也很多 那但是都还是欲 都还是欲 不管是异性恋 同性恋 酸性恋 乃至于跟动物的恋 反正都是恋 那这种恋其实很上就是什么恋佐 那恋佐是对欲的恋佐 这个就是对欲的恋佐 对欲望的恋佐 对五欲的恋佐 其实这种恋是对五欲的恋佐 所以他这里讲 就贪恋不舍 那一般人是这样 那有没有办法舍呢 持戒只是克制而已 持戒只是克制这个身体 尽量少欲之佐 不犯 但内心 内心还是懒得我的喔 但是内心虽然懒得 但是我透过持戒 克制我自己 可是心就必须 心的克制就必须要定 戒只是戒生活不犯而已啊 定才能调伏烦恋 才能让内心的烦恋不起 那戒只是我烦恋起了 我克制我自己不要去犯 我很想吃 但是我不要吃 我很想骂你 但是我忍住 我不要骂你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定 定 他是有他 可以调伏烦恋的这种力量 那因为我们在欲界 在欲界 在欲界 就有欲界的烦恋 除非你是趁烟再来的 不然你就是有欲界的特性 所以他讲 现在的欲乐单着不舍 过去的欲乐念念不忘 就顾念过去 那执着现在 心求未来 基本上是这三个嘛 那未来的欲乐盲目的追求 那现在拥有了 然后再追求未来的 然后要保护住现在的 那没有的想要拥有 更多更好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都是这样 在武艺上都是这样 其实大家都一样 那只是有深有情 有轻有重 有多有少而已 其实大家烦恼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人少一条的 烦恼一样多 但是轻重不一样 粗细不一样 但是一样多 如果你少了一条 那你就是正出国 一次少都少三条 就三结 然后如果你少了 少了 你比别人少 烦恼比别人少 那你一定是胜者 那你比别人轻就不一定 烦恼一样都有 但是有的轻有的重 但是你不可能没有 不可能没有 只有胜者才断了烦恼 凡夫都是调伏烦恼 或是烦恼压制不限期而已 或是他的夜报 让他暂时没这个烦恼 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他这里讲 这些欲乐 没有的苦求不与 得到了又怕失去 失去了又苦得不得了 所以经典里面常常 从这个角度去看 没有的你去追求 追求的过程很辛苦 怕得不到 你一直害怕得不到 就用尽努力去追求 没有的时候苦 那有的时候呢 害怕他失去也苦 心在追求的苦 那没有有没有的苦 有有有的苦 害怕他失去 真的失去了 那就苦了 那也是苦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 他都会产生一种现象 就是苦 因为即使有 那么一定也会变成没有 所以前面就有讲 从高必堕落 追求名利的过程中 我们用名利来代表 那么他一样 基计皆消散 从高必堕落 这个就在讲名利 名跟利 那世间的人是 主要是追求这两个 当然还有追求其他的 但是这些到最后都会失去 都会变化 思想 人间的一切问题 社会 经济 政治等一切 哪一切不是为了大家的贪求欲乐而存在 其实就是要让大家过更舒适美好的生活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一般有一句话 不是有一句广告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那人性是什么 人性就是要过幸福美满 就更舒适 更美满 更幸福的日子 那这种幸福美满的感觉 其实就是五欲充足的感觉 我比如说 我走路很辛苦 那现在发明 从这个地方要走一年 我要发明高铁 一下子五分钟就到了 我就不用走那么累 类似像这样 我又舒适 没有冷气 有冷气 类似像这样 但是它有些是要改善 比如说 你生病要发明医药 那这个是有苦 那要改善这个苦 那也是让自己不那么苦 所以这个都是为大家 那讲贪求义乐 就有一点点就是好像 那实际上是贪求义乐 其实我们去追求 我们去追求 但是实际上是要让大家 过得更舒适一点 更美好一点 但是这种其实 所谓的舒适美好 一定跟你的感受有关系 跟你这种对五欲的感受有关系 也不一定是说 我们要比别人好 或是怎么样 而是说至少不要那么痛苦 我也是类似像这样 他说愉乐是不可酌的 五欲的这种快乐 不能够太执着 如刀头的蜜 蜜放在刀上 似乎有味 而不知接着是割舍的苦恼 四舌上这个里面就有讲 小鹅摊刀链之蜜 不知有割舍之外 不足一餐之美 你舔了之后 吃也吃不饱 那美味也一下子而已 可是你割到舌头 不小心割到舌头 这下子可能三个月吃不了饭 什麽美味都不能尝 所以有一些人为了五欲乐 照了二月做三二道 你照月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可能一天 可能一小时 你看用五分钟 杀一个人 你至少要关 至少要关三十年 看你怎麽 看你的嘴恶心还怎麽样 但至少至少 就算给你假释 或是给你判亲 至少也要关五年 五到十年 可是你才用不到五分钟 你用不到五分钟 照月 你可能 你用一天想给他 那你可能要关个 也要关个好几年 所以你跟照月的时间 其实都不长 可是受苦的时间很长 那你得到的 你有得到吗 你得到的也不多 你看那种 做监放歌得来的钱 他怕也都用不到 都很快就用完了 那你能够用多少 也没有啊 那你那种预乐 你能够快乐几天 也跑就没有几天了 可是从此再过 担心害怕的日子 怕被警察做到 躲躲藏藏 就算他到死都没被抓住 他这一生也过这样的日子 那有意义吗 也没意义啊 那下辈子呢 这个是花爆而已 还没有果爆呢 果爆在山热道呢 那山热道 山热道都是很长的 都是四五百年起跳的呢 那你这一生 你这一生 用了几年的时间 那要受四五百年 如果下地狱就不止了 至少都是五万年 我看了 当然如果经典讲 那个是几大节 那个都是几百万年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 讲那么多 我们会 没有办法想象 你要关五万年 你要受苦五万年 那这个是很长的时间啊 你才用五分钟的时间照页 你就要受五万年的苦 所以这个就是 你没有想清楚 你就很可能 因为你的业力 你的习惯 你的心 错误的执着 就一起去追求 一起去追求 这个是预乐 因为他现在讲 为什么要修定 因为你如果没有修定 你有两种 两种烦恼是不能相符的 一个就是预乐 对预乐的揽着 这个是与生俱来的 就好像老虎生下来 就是要吃肉的 那猫生下来就喜欢吃鱼 你叫他不吃鱼 他很难过的 就是你如果能经过克制 但是也有啦 也有可以的 我看过有一头老虎是吃素的 真的是厉害 也有韩国一只猫也吃素的 也是厉害 但这个非常少 那人要不贪欲乐 你没有一些人力是很难的 因为他们这个就是夜暴声嘛 五欲的夜暴声 这个是 第一个是欲乐 第二个是散乱 那人的心啊 因为攀人心重 一直在想这个 一直在想那个 想过去 想现在 想未来 想政治 想经济 反正就是非常想很多散乱 因为我们习惯 只要听这个 只要听那个 那人心是散乱的 比猴子的躁动还厉害若干貝 由于内心的散乱 一般用猴子来比喻 因为猴子很难安静 跳海跳去跳海跳去 所以叫做心远易嘛 心好像树上的猴子 易也是心 那另外有比喻 那另外有比喻就像 平原上的野马 跑得很快 跑来跑去 不受控制 由于内心的散乱 情意容易冲动 情感 让我心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你心没有静下来 没办法想 没办法看清楚 没办法想清楚 因为这种 所以你现在要先静下来 你才不会 你才烦恼不会浮动 然后智慧才会升起 所以定 它基本上重点在引发智慧 调伏烦恼 调伏烦恼引发智慧 这个是它 那你也只有调伏烦恼 你才能够引发智慧 因为你烦恼在很重的状态下 你的心浮动 浮动不安 你智慧没有办法显现 那 但是你完全 完全都不动 心完全不动 到一个层次 很深的层次 智慧也不能显现 到飞翔飞翔 它是障碍 没有办法先无漏会 飞翔飞翔以下可以 但是 无视界定基本上 要有很深的智慧 但是道路飞翔不飞翔 智慧就没办法显现 它已经战道法了 太高深了 心完全不动了 那也不行 但是 心非常散乱 那也不行 那智慧也没办法显现 智慧 要引发无漏会 真正的智慧 最少最少要有味道地定 就是等词的心 有些说是 九柱星的第九柱星等词 所以他这里讲 散乱重的世间学都不能了解 你没办法学习 没办法学习 哪里能够得成就 没办法得成就 自己不能控制自己 一味随着环境而转动 像有一些小孩子 他有躁动的取向 他也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那 人心也是躁动的 散乱为引起颠倒烦恼的有利因素 避热容易让你造恶业 散乱就让你没有办法得智慧 其实是这样 那你没办法得智慧 你有可能很容易因为境界来 恶远来 而起颠倒 一样造恶业 一样 使人陷逆于多忧多苦的欲寒 不能自拔 所以一样 你又回到 你散乱重 你就可能会 你回到你这个 懒着无欲的这个层次 修定才能 不受欲乐的欺负 不会散乱所劳乱 心地明镜安定 而有自主的自由 所以定 第一个调伏 就是你的离欲 所以定的时候是离欲清津 因为你要离欲 你才能够到社界 你没有离欲界的烦恼 你到不了社界 那你没有 你没有这个赤根本材 你引发不了无肉味 当然你滋味很深的 味道低进也可以 所以他这里讲 为什么要修定 不修定不行 还有一些人说 这个 现在这个末法 不可以 不要修定 那有些人说 修定很危险 会走火入魔 不是你观念不对 所以你才会 你就算不修定 你也走火入魔 你只走五欲 就是走火入魔 而不然 那基本上 因为你就在 因为你出不了欲界 那这个魔 魔是欲界最高的 第六欲天 他话自在天的天魔 他都是天魔 那你 你基本上就在魔里面 魔的境界里面 所以 你不用怕走火入魔 你方法对 那你有善知识 所以后面有讲二十五方便 就是说 你修定要有层次 修学就是这样 要正确 重点是怎么修的问题 而不是要不要修的问题 要修是一定要修的 就好像持戒 一定是要持戒的 所以你是要怎么持戒 要持什么戒 你要持比丘戒 比丘尼戒 五戒 八戒 菩萨戒 这不同而已 那一定是要持戒的 没有不持戒的 学佛没有不持戒的 学佛没有不修定的 学佛没有不学习的 没有的 这个 这个是怎么学习 你要修 也可以讲 学佛没有不发心的 那重点是发什么心而已 怎么发心而已 实是这样 好 那他说 休息禅定 不可不先有两项准备 否则可能会必多余力 一般人担心的就是这些 但是你只要做好准备就好了 你只要做好准备就可以了 所以要清楚 学习也是这样 学错了一样很麻烦 道不如不学 你邪见 道不如没有宗教信仰 还比邪见好 但是你这些邪见 有可能一错就错得很凌复 但是你如果要信服 要解脱 要成佛 就是五圣共法 三圣共法 大圣佛共法 那么都一定要有界定位 不可能没有 也不能没有 只是重点放在哪里 的问题而已 不是有没有的问题 有是一定要有的 那我们来看 他说好 那现在要修禅定 一定要修了 那怎么修 五圣共法都要修了 不是要解脱才修 五圣共法都要修了 这个在五圣共法里面 还没有讲出离心解脱道 更不用讲这个菩提心 成佛之道 这个只是幸福之道 幸福美满之道而已 都要修了 因为你不修 我们讲过 在前面讲过 你可能着欲乐 着欲乐 你就会多忧苦 着欲乐 你就会多忧苦 甚至会因为 为了要满足你的欲乐 造三恶道的苦 造三恶道的业 以后会多三恶道 那更苦 所以必须要 即使只是五圣共法 只是要幸福美满 你都要修定 好 他说那修定 记得要有两项准备 要不然 会有过患 会有过患 那第一点就是 要有慈悲心 第二点就是要有什么 要慈戒 就是要有助于境界 好 那这两点 好 那我们来看 他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第一个要一语慈心 修定 不是为了好奇 不是为了满足 无限的欲乐 严寿长生 或者引发神通来报仇 引发神通来报仇 就像密教的密勒日巴 一样 他被欺负 他的师父马尔巴 他还没接触之前 他是接触那个 他去修黑法 因为他的母亲告诉他 你要报仇 他的家财 都被他的叔叔勃勃清占去了 所以他母亲怀疑 他告诉这个密勒日巴 你要去修法报仇 所以他就去修这个黑法 要真的引发神通报仇 后来他的师父马尔巴知道了 就一直训练他 怎么帮他在山上盖一房子 从这边搬下来搬下来 就一直撑门他 把这些叶削掉 类似像这样 要让他的心 要让他的心柔软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 好像要撑人心的 照了很大的一点 好 为了引发神通来报仇 当然不是这样 也不是为了延寿长生 也不是真的要满足无限的欲乐 要存着持念 利乐众生的意念 来修定 如果没有 那会产生什么信仰 有没有 因为定有真善力 定有真善力 那真善力 如果你一旦起称正心的时候 也会怎么样 也会增上 所以你没有持心 你一旦有定 那你一旦起称心的时候 就好像你练武一样 你天的人练武 都要武德 如果没有的话 一旦起称正心 因为你有功夫嘛 你可以杀死很多人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忍路先忍的 就是那个 那个谭宅家城 那谭宅家城 的一个故事 谭宅家城空的故事 所以说有一座城 忽然之间 一夕之间 所有的人都死掉了 就是这城 变空城 废墟 在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 那是为什么呢 那个都是一个 武童先忍害的 这个他修定啊 但是他没有一以持心 所以 但是他被欺悟 他在那边打坐 结果有定有神通 照理讲 他谭宇完了 可是他只是谭宇 他没有断 他也没有充满慈心 所以 当有人欺负他的时候 他开始不以为意 在欺负他的时候 他也不以为意 一而再 再而三欺负他的时候 他开始有一点生气 但是他因为有电 他还是扶住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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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年累月的亲他 他总有一天 总 慢慢慢慢 撐着心 一直加想 一直加想 到有一天他忍不住 又用他的神通衣 杀死这些人 好 然后他就沉就空了 因为所有的人都亲他 所以他就非常生气 然后就用神通 然后把这种整 弄得三分地厌 那所有的人都被砸死 好 这个 这个是 他没有异于磁心 所以当他有定的时候 定有增上力 他基本上 可以引发无弱味 可以引发神通增上 但是当你起烦脑 不受克制的话 他也增上 就好像你练武 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好 可以帮助那一些受难的人 可是当你起承认心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你的武力 身体的很好 来杀死很多人 有没有道理啊 所以他说 你如果没有异于增山 因为实际上 有很多这种例子 很多这种例子 所以你不异于磁心 很可能这种力量 他后来变成什么 负面的力量 而不是正面的力量 他一样有力量 就好像你练武功夫很好 可是你平常 不会跟你们要打架 也就是 也都是帮助别人 可是有一天 忽然之间 你的父母 你的父母被欺负 你的兄弟姐妹被欺负 乃至你自己 你自己一般你可能会忍 你的父母你的小孩 那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杀死这些人了 而且一杀 就 那个怨恨心起来 你根本你就克制不了 所以华文君也说 修诸善法 不发菩提心 修诸善法 就是你没有慈悲心 没有要承佛的心 那你虽然修一切善法 包括定业 是视为魔业 你可能后来会成为魔 那其实也是讲这个道理 所以他说 第一个你要记得 修订一定要一以慈心 有慈心 慈悲它就是柔软 柔和 你不会去善害众生 心地柔和 调柔是修行的第一步 要调柔前面就是要 心地调柔前面就是要少益之主 因为你多益多善乱 你追求的多 你那一种亢奋的情态多 你不容易调柔 前面是少益之主 然后就是心地调柔 然后再继续上去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怎么样 调伏烦恼 然后断除烦恼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心地柔和容易休息成就 成就了就不会利用定力通力 来劳乱众生 就不会 不然有可能 就是你会 你会有定力 有神通 你到时候会伤害众生 如聚众作乱 有会有这种的 那这个是依慈心 第二个 注意禁戒 就是说必须受慈禁戒 五戒 十三戒 身口有善良的德行 如果行业不断 就是说要 所以你看 前面一定要有政见 政思维 就是你观念一定要正确 目标一定要明确 然后接下来才是方法要精确 但是这中间一定要有一个 政见 政思维 后面一定要有良好的德行 政业 政与 政命 政与 政业 政命 之后才修正念正丁 你看 所以一样 你先要有正确的 你修定 你修定 要有正确的观念 你修定 不是为了延长寿命 不是为了满足欲望 也不是为了引发神通 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引发无论未来利益众生 你是为了这个来修定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 所以武生共法里面 你可以为了让自己幸福美满 让别人幸福美满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一以慈心 那么你很可能未来 因缘变化你会有副作用 那政见 政思维 后面是政与 政业 政命 这个就是禁见 那之后才修定 政念 政定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有时候很多人都没有 都没有先让自己的心调衡 那没有先习惯性 政与 政业 政命 然后听到哪里 有禅师 有你们厉害的 就去啦 要眼观比 比观心 要安纳 波纳 可是等你修成的时候 等你有定的时候 但是你的政见不稳固 你的禁见 你的持见 不稳固 不安定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对你的修学来讲 并不是一件好事 你的定力有增上力 但是假设你烦恼中 那定也维持不久 提伯达多也有定 也有神通 可是他就用他的定来怎么样 来蛊惑这个阿哲世王 要得到更大的娱乐 所以就提伯达多 他修定是为了要让 我没有定 大家看不起我 我有定 有神通 大家都能够 不会看不起我 大家就会敬仰我 就会赞叹我 就会供养我 就变成这样 修定是为了这样 那这样你就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他一旦定成就了 结果人家还是不信他 他就很神奇了 所以这种基本上就是一个观念 第二个就是你的行为本身 你的这种行为本身要合乎戒 所以要注意境界 那么身口都有善良的德行 你正与正与正与正业的正面 假设你的这个行为不端正 修定很容易遭魔灼血 灼火弩灼就是想这个 就是因为你心里面 因为定有真相力 所以你在想什么的时候很容易招感 很容易 你想不对的马上就招感那个不对的来了 所以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你有戒 有这个善心 你修定不用害他 这两点把握 这两点也不难 所以假设没有这样 成就定律也是协定 协定就是通过鬼神 通过药物 这些引发的成就的 他并不是你自己内在功德成就的 那不是 并不是你的心专注成就的 不是 结果是成为魔王眷属 自害害人 在未修定以前 就讲到定 应该要确信 是要先建立正确的观念 相信在世间法中修定是最为安乐的 因为世间就是欲界社界无社界 那社界无社界都是定成就的 世间的热莫过于五欲之乐 男女云欲乐是最甚的 所以大概就是男女欲大概是所有的欲望里面 欲界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欲界 社界就没有了 社界都没有男女 哪里有男女欲 没有 但是这个欲界里面如果是最高的他话是在天 他的欲乐是他有男女 但是他的欲乐 他的欲乐是你看我我看你 现在就很满足了 现在就充满满足了 那我们不是 越底下的他的欲乐是越粗糙的 那这个五欲乐跟定热比较起来 五欲乐根本就不算什么 五欲乐因为我们的欲乐 第一个 第一个他的那个时期比较短 他那个热比较粗 那他的期限比较短 而且你反复几次以后热就变成苦 所以他的比如说 好那举格力来讲 那这个比如说吃饭的快乐 那你喜欢吃这种 那吃完就没有了 男女欲 那好那你给你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快乐 可是完了也没有了 但是如果像唱歌也一样 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快乐 给你唱一天很快乐 明天就叫你去唱你又不要 你累都累死了你还能快乐 跳舞跳一天很快乐 一天不就不好跳一天了 跳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你就很累了 那明天就叫你跳 你去叫你跳一个星期 那就变成折磨了 所以他那个热的期限很短 而且很容易变直 热就转成苦 可是定不会 定不会变直 定一天两天一年两年 他也不会 但是欲界的人修色界的定 他身体会变化 他就会产生苦了 他出定的时候就麻烦了 所以也不能太久 但是如果在色界他就不是了 你无想贴 这个无色界 他这个定就几万大节都在定热里面 那色界的这就是几大节 很长的时间都在定热里面 他也不会坏 那当然天上的五预热 天上的五预热高级一点 几千年他也快乐 他也不会痛苦 但是人间的预热就没有 人间的预热就 时间不长 次数不能太多 时间不能太长 要不然热就会转成苦 天上的惨一点 那色界的就更惨了 色界那种定热跟预热 我们的预热是这样 我们的预热是吃 是感到舒服而已 天感到舒服而已 可是这个舒服没有整个全身的 但是定的热是全身的 在这里讲到他说 这个世间最殊胜的男女欲 跟定的快乐比较起来 简直不可比拟 定中的喜乐 定中最主要是喜乐 侧骨侧髓 粥片夹恰 这个汗流夹背的夹 夹就是透彻 夹恰就是片起全身 普遍的 通透这样 如大雨攀驳 从锅取到迟早 到处都大水片 就是那个热片全身 最殊胜的是三残的热 但是三残以上 三残以上就没有喜了 只有热 那个热是热片全身的 能够确信解 修定引发世间无比的喜乐 那在休息时 就能不信念外物的欲乐 持之以恶不懈不断地这样修 因为你可以 你为了得到更好的 你舍弃那些比较不好的 你是愿意的 所以你要知道这种热 超过我们的五亿热 几百万倍 我们不要讲什么 我们平常念佛 或是禅修 那一种身心的 那一种稍微的小清安 都觉得很俗胜 其实是这样 好 我们先下课 下课十分钟